缩时摄影的制作方法 首先呢我们将媒体区中所有的照片全选后 拖曳到剪辑轨一中 再来呢我们呢点选上方的幻灯片秀 在威力达宇时中增加了一个缩时摄影的选项 只要按下下一步后 就可以马上看到已完成的缩时摄影的结果 那这个样式如果你要更改的话 左下角有一个自定 您可以去设定每张图片所停留的画和数量 以及要跳过的照片 那下方只会出现总长度 让您知道目前的总共长度为16秒04格 完成后按下确定 如果你想要做成3D的样式的话 只要它是3D的照片 同样的也可以利用3D的方式来做一个缩时摄影的影片 完成后下一步 再按下进阶编辑 确定 把时间轴给取代掉 我们呢影片就做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再点选左侧的Magical Music 到Music里面呢就可以去选择免费的背景音乐来套用 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从来没有更新过 记得要做更新哦 那我这边先暂时性的取消 选择你想要的歌曲之后 拖一下来到下方的其他的轨道中 或者是Magical Music 它只能够放在配音或者是配乐轨 拉下来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配音的动作 那长度如果太长 你可以这样子拖回来 这是剪辑把它剪掉 所以这个是缩时摄影制作的方法 谢谢大家